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从这期视频开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网页的开发语源 HTML5 虽然一直以来,包括我在内都在使用HTML4进行网页的开发 但是现在随着手机的盛行,手机网站的开发是如火如荼 并且自从iPhone开始,智能手机浏览器都支持HTML5的规范 同时还有很多支持HTML5的APP开发的应用框架 所以从这次视频开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HTML5的基本知识 也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网页开发的最基本的技术 一般网页它是一个用标记语言进行开发 大部分现在主流的开发就是HTML4还有HTML5 当然还有好多XML的开发 这个不在咱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好的,咱们再往下看 第二个是CSS,就是说网页HTML是写上网页的内容 HTML是说我如何显示网页的内容 相当于数据和表现形式的关系 这次视频我主要涉及HTML5 HTML的开发,关于CSS和CSS3我会单独做一套视频和大家分享 OK,接下来网页开发的技术还会用到一个Java脚本 也就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JQuery 这个是为了和用户发生页面交互所产生的一个技术 大家应用的也比较广泛 包括一些网页游戏也是使用Java脚本进行开发的 不过这次也不在咱们的访问课程的范围之内 我也会单独做一期Java脚本和GQuery的视频和大家分享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次我准备做的HTML5学习课程的结构 我准备分这么几个部分给大家介绍HTML5 首先是讲解一下HTML5的基本结构 就是说页面的形成 页面的必要的元素 HTML5大概是一个如何的写法 如何描述页面的数据内容等等 然后还有趋段和标题 这个可能更多的用于ICU部分 就是说我们的网页 写出来的网页 如何被浏览器的机器人抓到等等 在这个地方我会给大家介绍 同时还有段落和列表 列表像咱们做页面的一些菜单等等 其实会用到列表 包括每一个文章自然段 就是段落的概念 这个会在这个部分和大家介绍 然后还有文本的定义 这个是对网页显示的内容文字 进行一些特殊的描述 这个我也会给大家讲到 然后为了增加页面的美观性功能性 我在这个部分会给大家讲解一下图片 声音和动画 因为这个在HTML4的时代 实现图片的显示比较简单 声音和动画相对比较难 所以那个时候出了Flash等等这样的技术 但是在HTML5的时代 做声音和动画就非常的简单了 一行代码可以搞定 在这个部分我会给大家简直出来 然后学习HTML不可缺少的 还有一个表格的概念 因为我们在显示网页内容的时候 一般都是在框在一个表格当中进行显示 特别是企业内部做这种MIS系统开发的时候 用表格也是非常的多 当然咱们普通的这种网站 像新浪搜狐之类的 它也是在用表格来把页面的布局进行规划 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讲解表格的使用 同时还有表单 表单主要用于收集用户的数据 这个在网页开发或其他过程中 是必不可少的 表单其实一般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前端一部分是后端 前端用于用户的输入 并且用Java胶板进行校验 后端用于用户的处理 往数据库里插入更新删除等等的操作 我们这次讲解的内容 只是包括表单的前端的部分 后端的部分 其实技术非常多 比如像PRP Java 包括Luby 还有最近比较火的Node.js 这个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再会花单独的时间给大家介绍 最后是用户交互的部分 我就是说让页面动态能够显示 并且能达到一些内容的话 会用到一些特殊的技术 在用户交互部分我给大家介绍 然后HTML5的规范的官方网址 请大家参与这个网址 我把这个网址打开了 请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专门制定规范的地方 包括CSS XML等等规范都是在这个地方制定 虽然是英文的 但是它是最新的文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 现在最新的文档的时间是 2014年10月28号 也不行了 一年半之前 好的 然后我来说一下 这次我准备做HTML5的课程 所面向的人群 第一就是准备学习网页开发的朋友 当然有HTML4经验的朋友 想了解一下HTML5的内容 当然也可以看这套视频 我在这个里面 既包括HTML4的内容 也包括5的内容 主要是考虑的 入门的朋友 可能起步的起点不一样 所以我准备把HTML4和HTML5内容 加在一起给大家介绍 同时还准备想学习 Hybrid的手机开发的朋友 因为现在很多手机都APP 都支持HTML5的语法 然后嵌套一个框架 在基于浏览器的基础上 做成APP 如果想用Hybrid 就说叫什么 混合编码 这种编程的方式 HTML5它是一个语言的基础 是咱们必须要学习的部分 是躲不开的 如果想学习这个开发的朋友 看这套视频 也能够了解HTML5的基本知识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好 接下来咱们这套视频 所用到了开发工具 我这简单的写了两个 首先说记事本就可以 用普通的记事本 如果是Unix Linux的使用的朋友 可以用VI用nano等等都可以 因为我现在是用Mac进行开发 所以我一般用了原代码编辑器有两个 一个是微软出的 ViuStudio Code 前两天我在运行社出了一个bug 不是我的bug 是Microsoft的一个bug 是0.10.5的版本的时候 它出过一个bug 导致了我的系统 软件不能启动了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我就把原代码开发的编辑器 由ViuStudio Code变成了Bracket 但这两个我其实也都在用 其实应该都是很好 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是咱们准备的浏览器 这个套课程 我准备支持这么大概四种浏览器 咱们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是IE11 IE11之后对HTML5支持比较好 IE9之前包括IE8 简直就是根本用不了 包括现在ZQuery最新的版本 也已经不支持IE9了 支持10以上 好的 然后是Kulom Kulom是最先支持HTML5的 咱们用Kulom的最新版 然后还有一个火狐 这个没有说的 虽然现在市场份额不是很大 但是咱们也应该支持火狐的显示开发 还有一个Safety 这个是Mac的用户 主要用的浏览器 然后是iPhone iPhone默认的浏览器是Safety 这个Safety和Mac的Safety 表现的稍微有些不一样 咱们在开发完做测试的时候 要对iPhone的Safety浏览器进行测试 同时还是Analoid Analoid默认的浏览器不是Kulom 是它自己自带的浏览器 那个浏览器也支持HTML5 咱们在真正开发完之后 也需要在Analoid的浏览器上进行测试 好的 然后我说一下这次我的视频的计划 我是和以前我做过的一套BuddleStrap的视频是一样 每个视频我只包括一个知识点 或者几个小知识点 然后每一个视频的时间 我控制在五分钟之内 尽量不超五分钟 当然有的知识点稍微多一点的话 出五分钟可能会超一点 不会超的很多 好的 然后我的原代码会放到公用的Git服务器上 一般我在国外的时候用的是GitHub比较多 但是用GitHub可能国内访问的话可能会比较慢 所以我采用开源中国的Git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也是非常的好 做这个共有库私有库也都是非常的方便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开源中国的Git服务器 然后这个是我这套视频的代码的路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 好的 这是第一次的视频 可能时间超了一些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的这套HTML5的视频 好的 这套视频 第一讲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咱们下次见